大家好,我老肉 那么今天要介绍的动物有点意思 它们基本上是每年固定的时间就会火一次,上一次热搜 然后其他时间基本没有存在感 属于是特别季节限定的一种动物 那么这种动物就是雪虫 一种身上长着雪花的小飞虫,也叫雪妖精 它们只有每年要入冬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且来说它还不光是季节限定,地狱也限定 基本上就是日本的北海道 一到这个时候,好多媒体都会报道北海道下雪的事 因为北海道每年第一场雪往往下的并不是真的雪 而是雪虫 比如去年十月底的时候,北海道就出现了漫天飞雪的场景 从视觉效果来说,真的跟下雪一模一样 看起来非常壮观 那么这些飞舞的雪花就是无数的雪虫铺天盖地的 这也算北海道一个名场面 就是每年下雪之前,先下一场虫雪 当地人甚至把这场虫雪当成了天气预报 据说虫雪之后一两个礼拜就会来出雪 所以它们也被叫做冬天的使者 可能大家在媒体报道里也都听过 不过媒体报道雪虫的时候 一般只报道这个事件 可能看热闹的成分大一点 那么作为专门介绍动物的频道 咱们今天主要来了解一下雪虫这种动物 它们有什么来头,有什么样的习性 每年下大雪似的那是在干嘛,是吧 你会发现雪虫的生存之道其实非常有意思 绝对超出你的想象 所以今天这下咱就来好好认识一下雪虫 那么虽然雪虫,雪妖精这些个名字 听起来很神秘,像不得了的生物一样 但实际上其实雪虫的出身非常普通 它们是什么呢 是一些牙虫 一说牙虫大家都知道,是吧 主名的植物害虫,农业林业都很头疼它们 说目前已知的牙虫,大约有4400多种 对农作物和树木破坏比较大的有200多种 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具破坏性的害虫之一 那么北海道的雪虫呢 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牙虫 生物学分类是节肢动物门、昆虫缸、半赤木、牙科、卷液、棉牙鼠 学名叫Prosyphilus aurens 中文名暂时还没看到 然后它们这个鼠名叫卷液棉牙鼠 卷液的事儿待会儿再说,棉牙就很明显 说的就是它们的形态了 说雪虫的体型一般在4到5毫米 肚子上长满了像是棉屑一样的东西 毛茸茸的 所以管它们叫棉牙 其实在日语里它们正式的名字也不是雪虫 也是叫Watamushi棉虫 然后Yukimushi雪虫这个叫法 其实是北海道人对它的一个爱称 你想说它们像雪花 那肯定比说像棉絮好听是吧 所以说雪虫身上这些既像雪花又像棉絮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那是一些蜡 不过也没什么奇怪的 因为大多数蜡虫都能分泌蜡质 一般认为是它们的一种防御手段 只不过其中有些蜡虫把它们的蜡变成了这种丝绒棉絮的样式 就像是雪虫这样式的 也就是说像雪虫这样的蜡虫其实还有很多 除了它们所在的卷叶棉牙鼠之外 其它鼠也有长得像棉絮的 比如今年4月份的时候 成都也出现过漫天飞雪的事儿 风雨吹到处飘来飘去的跟柳絮一样 其实那也是一种蜡虫叫破棉叶牙 因为这种蜡虫主要生活在破树上面 所以才叫了这么个破名子 然后这些家伙凑近了看的话 那真的跟棉絮长得非常像 全身上下包括脑袋啊 翅膀啊 还有腿和触脚全都有蜡虫包着 不过这个形态 也就注定了它们飞行能力很弱 稍微有点风就跟着飘了 所以也就特别像柳絮啊 或者雪花那种感觉 不知道的话 你还真不一定看得出来 它们是些飞虫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呢 就是雪虫这些家伙 为什么会演化成这样呢 长得跟棉絮似的 有什么样的生存优势呢 哎 实际上这事还没有明确的说法 有人说它们是一种随波逐流的活法 为的就是借着风力传播 不过根据观察呢 说雪虫爆发的时间啊 一般会倾向于晴朗无风的天气 也就是说它们可能还是愿意 自己飞多一些 不太想要借助风势 然后还有个说法呢 说它们图的可能是个伪装 就是把自己伪装成一块棉絮 不管是飞在空中啊 还是落在植物上 让天敌看不出来它是活物 也有这么个推测 另外也有人说 它们是为了保暖才变这样的 说北海道那边冷 需要这么件棉幅 不过实际上不管是温暖地区 还是夏季啊 这种牙虫也会出现 好像也没什么保暖的需求 所以综合来说呢 我还是觉得伪装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但是作为一种牙虫呢 长得像雪花 像棉絮 这并不是它们的常规形态 雪虫这一年的变化 那可太大了 差不多得经历十个时代 咱接着往下说 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啊 是吧 对于雪虫来说也是这样 它们的卵越冬之后 会在春天孵化 不过孵化出来的幼虫呢 全都是雌性 没有雄性 这是第一代雪虫 然后说雪虫的出生地啊 相对比较固定 它们的卵总是产在水蛆柳上 所以刚孵化的幼虫呢 都是以水蛆柳的叶子为生的 具体怎么吃呢 刚才他说了 它们的鼠名叫什么来着 叫卷叶棉牙鼠 这儿的卷叶 就是一代幼虫干的事 它们靠吸叶子的枝叶为生 然后同时分泌一种物质 这种物质呢 会刺激到水蛆柳的叶子 让它卷起来 缩起来 形成一个叫虫影的构造 它们相当于给自己盖了个房子 幼虫就躲在里面 继续吸枝叶 那么一点一点长大 然后等到五月上旬左右呢 这一代的雪虫啊 就算是长大成虫了 不过它们没有翅膀 不能飞 还是只能生活在水渠流上 它们唯一的使命 就是繁殖第二代雪虫 可是刚才说了 说一代全都是雌性 怎么繁殖呢 哎 雪虫和其他牙虫一样啊 可以孤雌生殖 搞克隆 而且它们肚子里出来的不是虫卵 直接就是幼虫 胎生的 长得也跟成虫基本一样 相当于成虫的微缩版 也仍然全都是雌性 最后剩下大约几十 上百只二代之后呢 一代的使命就算完成了 然后这些二代雪虫啊 背负的使命可就不一样了 说大约退四次皮之后啊 差不多到了六月份 它们就会羽化成有翅膀的成虫 也就是雪花的形态 变得会飞了 会飞了要干嘛呢 要搬家 这时候所有雪虫都会离开水渠流 背井离乡 飞到新的地方去生活 这个新地方就是冷山树 冷山相当于它们的第二故乡 不过这次前习呢 雪虫的数量一般还不是很多 飞起来也不是很密集 顶多像是飘了点柳絮一样 所以不太容易被注意到 那么来到冷山这边呢 雪虫就不再生活在冷山的枝叶上面了 而是生活在根部 从冷山的根部获取营养 那么这个阶段啊 差不多几个月的时间 雪虫会通过孤雌生殖 克隆大量的后代 仍然全都是雌性 也全都没有翅膀 它们只有一个任务 就是继续增值 连续六七代都是克隆机器的角色 就这么几十倍几十倍的增加数量 最后每一只二代雪虫 经过三代四代五代六代七代八代之后 差不多都能克隆出上亿之后代 就很离谱 而且这一切都是在冷山树根部 神不知鬼不觉完成的 所以这下大家就知道 那些漫天飞舞的雪花 到底是打哪来的了 那么天气转冷之后呢 所有雪虫就像得到了信号一样 全都羽化成了带翅膀的形态 小雪花那种的 当然不用说 肯定又要搬家是吧 这次去哪呢 这次是回老家 回水区六上去 因为冬天实在是太冷了 所有雪虫都会冻死 它们只有一卵的形式 才能熬过冬天 然后产卵呢 又一定要产在老家 所以大家看到的漫天飞舞的雪花 就是雪虫们赶着回老家过冬的场景 也就是说大家相当于 看了一个雪虫版的大型春运现场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只不过它们这规模 比春运那可厉害多了 那么虽然从它们的祖先 当初离开老家 到现在落叶归根 已经过了好几代虫了 但是它们对老家水区流的感觉呢 就像刻在金银里一样 一到了冬天就往水区流上飞 就这么执着 然后回到水区流这一代呢 因为都是雌性 还是产不了卵 只能继续孤雌生殖 直接胎生出下一代幼虫 不过这一代幼虫 终于开始有雄性了 你会看到这些幼虫 明显有两种颜色 有绿的 有黄的 绿的是雄性 黄的是雌性 然后雌性之所以偏黄呢 是因为它们体内有一颗巨大无比的卵 整个给它塞满了 所以这一代雪虫的使命也很明确 不吃不喝 就是要产卵 雌雄双方简单交配一下 把卵产在树皮的缝隙里 任务就算完成了 只等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 再开始下一个循环 这就是雪虫的生存之道 那么虽然经常上热搜 但是北海道雪虫也不是每年都爆发 其实正常年份 也并没有下暴雪这种的 还是以飘点雪花为主 数量不会那么多 毕竟作为一种牙虫比较弱小 处在食物链底端 它们在自然界的天敌还是蛮多的 比如大家都熟悉的 各种瓢虫就特别爱吃牙虫 七星瓢虫 异色瓢虫它们 然后还有草林的幼虫叫牙狮 你听这名字就知道爱吃牙虫 是吧 另外还有像是牙霉菌 石牙营之类的 这都能控制牙虫的数量 除了偶尔有几个蚂蚁保镖之外 它们可以说基本上没什么防御力 也就是在正常情况下 雪虫也到不了上新闻的程度 所以哪些年份雪虫会爆发呢 主要是夏秋两季 高温持续时间长的年份 主要影响它们在冷山树根部 开动克隆机器那段时间 因为气温越高的话 它们的生长速度就越快 本来入冬之前 只能克隆个六七代 结果一只高温 可能搞了十代出来 你想多一代就得翻几十倍 是吧 多三代 那可随便就上万倍了 比如2019年就爆发过一次 就是说那年的雪虫 能比正常年份多十万倍 这数字你听起来不可思议 其实也就是北海道 当年夏天太热了点 然后就这样了 也没多复杂 所以归根到底 还是雪虫的克隆机制 太强大造成的 我们说雪虫漫天飞舞 跟下大雪一样 看新闻你可能会觉得很有意境 但是对北海道人来说 可一点都乐不出来了 因为雪虫本身非常脆弱 飞行能力也弱 碰到什么东西 它很难躲开 身上那团蜡絮 随便撞什么东西 很容易粘在上面 然后就被困死了 撞哪死哪 而且粘在衣服上的话 就算你抖漏掉了 也经常会留下白色痕迹 就很头疼 然后像是开车 骑车的 那就更麻烦了 车上身上会撞死很多雪虫 是一方面 再一个就是有些路面上会堆积很多雪虫尸体 会很滑 还容易出事故 这也是个隐患 另外还有个隐患是什么呢 就是雪虫还容易引发过敏 根据统计 如果雪虫的体液接触到人的黏膜或者伤口的话 有30%的概率会导致过敏症状 所以尤其要防止它进入眼睛 鼻腔 还有嘴里 万一飞进去了 也千万不要揉搓 免得把它揉碎了 那更麻烦 尽量应该用水冲洗 或者用棉签把它粘出来 必要的时候找医生处理比较好 但最好还是临时戴个口罩 戴个眼镜什么的 真跟下雪似的 你躲是很难躲开的 然后另外来说 北海道地区的雪虫 其实并不只有一种 有身上长得像雪花像棉絮的 也有身上不带蜡絮 长得不太像雪花的 比如常见的 还有种举树牙虫 这是种在举树和竹子之间迁徙的牙虫 生火习性和水渠流的雪虫差不多 都是在入冬之前爆发 所以在公园的举树下面 经常会堆积大量的尸体 跟铺了层厚地毯一样 然后这些尸体一腐烂 就会发出恶臭 就说类似常年不喜的 臭抹布那种恶臭 这也是一个困扰 所以说 虽然雪虫一直都深受当地人喜爱 又是雪妖精 又是风物湿的 但是要爆发到这个程度 那可就一点都不招人喜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